关羽施荆州是咱们纪汉粉心中永远的易南平 除了关羽自身的问题之外 弥方的叛变无疑是导致关羽败亡的重要原因 按照三国志弥足传记载 弥方怀有二心 叛赢孙权 关羽因此并败身亡 虽然说汉末三国时代 投敌叛变的事情屡见不鲜 但是弥方叛变实在是从头到尾透着离谱 我们不禁要问一句 为什么呀 因为通俗的说 弥方不但是刘备军团的元老 还是刘备的二舅哥呀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历史上的弥方 弥方自子方 弥竹的弟弟 徐州东海郡曲县人 上期视频说了 弥竹在刘备山穷水尽之际支援了刘备 不但把妹妹嫁给刘备做夫人 还送刘备家奴两千人 以及大批金银钱币 说弥方是刘备的二舅哥呀 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曹操表奏朝廷 让弥竹领迎俊太守 弥方任蓬城国相 但是二人都辞官 追随刘备而去 可以说弥方对刘备忠心耿耿 不必艰险 有趣的是啊 在小说三国演义 长板坡之战一回 罗冠中写弥方 面带树剑 亮呛而来 见刘备 告赵云的黑状 说赵云向北投降曹操了 好家伙 面带树剑 这是多厚的脸皮呀 罗冠中夺损啊 漫山遍野的损都被罗冠中夺完了 云别传记载 历史上确实有人告赵云的黑状 但没说这人是谁 罗冠中写成弥方 也算是被后面弥方黑话做铺垫 弥方后来被刘备重用 担任南郡太守 协助关羽镇守荆州 历史上弥方并非梁将啊 能担当这样的重任 应该就是因为受刘备信任 值得一提的是 镇守公安的世人 也是刘备军团元老级别人物 那这俩人有守城的能力吗 按照《水晶柱》记载 南郡由关羽驻成 很难被攻克 曹涛那边的董昭啊 也说这俩城防守牢固 那吕蒙要是擅长攻城呢 别忘了上次隔壁傻小子豪谱 带着宪兵啊 挡住了吕蒙一个月 所以说弥方坚持几天 等关羽回原 总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他偏偏不战而降了 多少大风大浪都过来了 为什么关键时和跳反啊 葬送大家奋斗一生的事业 锐哥带大家从有限的史料 寻找答案 《弥竹传》里说呀 弥方思耗邪二叛赢孙权 也就是说弥方这个人 本身就是立场不坚定 怀有二心 无路里说 南郡城失了火 烧了很多的军备 关羽责怪弥方 弥方很害怕 关羽传里说 关羽出征的时候 弥方和世人都供应不上 军需物资 耽误军情 关羽说 回来再收拾你们 关羽假节约 是有权利斩杀他们的 大军出征 军备被烧 其实这个罪过 不杀也得免职 而关羽只是骂你们两句 明显是给台阶下呀 已经是念旧情了 您还想怎么着呀 还得夸您呢 当然适当的处理方法 就是暂时不论是非 先安抚住 弥方和世人 要么就干脆 把他们换掉 但是这不是 关羽的行事风格 张飞是鞭挞士族之后 还把士族留在身边 关羽这也是一样 狠话说完 还接着信任他 要么说 关张二人死于天真 军备早不烧 晚不烧 偏偏关羽出兵的时候烧 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 有朋友猜测呀 弥方管理的军用物资 早就被他贪污了 很可能就是 卖给了盟友东吴 用的时候对不上树怎么办呀 一把火把仓库烧了吧 这个猜想啊 其实有道理 但是并没有更多的历史依据 总之 弥方和世人心中不安 孙权知道以后 派人利诱二人 于是二人 答应当内应 迎接孙权 等吕蒙来的时候 世人和弥方 先后不战而降 弥方啊 还给吕蒙准备了 牛肉和美酒 礼节上非常的周到 世人虽然答应迎接孙权 但是犹犹豫豫 半推半就 等吕蒙真来了 他一开始是坚守城池的 吕蒙派江东第一大喷子 劝降专业户于帆去劝降 但是世人拒绝相见 于是于帆写了封信 世人将军啊 明者防祸于魏蒙 智者图患于将来啊 就是说明智的人防患于魏然 聪明的人 能考虑到将来的祸患 知晓得师之道 就是做人的道理 知晓存亡之道啊 可以辨别凶极啊 如今我东吴大军行尽至此 你的赤猴来不及回报 烽火来不及点燃 这不是天意 是因为我们有内应啊 将军不能提前预料 时机到了又不能抓住 单独守卫三面环水的城池而不祥 此战则毁家灭族 成为天下人的笑料 等吕蒙将军断了您的生路 您跑都跑不了 我私下里替将军感到不安啊 希望您能慎重考虑 世人看完后哭着就投降了 于帆和吕蒙怕世人反悔 压着他去南郡找弥方 让世人去劝降弥方 弥方拿出牛肉和美酒 欢迎吴君入城 你劝我 我劝你互相给个台阶下巴 面子上都好看 吕蒙很开心啊 半场开香槟 没有占领城池就在沙滩上庆祝 于帆说 现在跟我们一心的 其实就是弥将军一个人 城中的人可不能相信 怎么不赶紧入城呢 吕蒙听了这个建议 城中果然有人在组织埋伏 因为吕蒙及时入城而没能成功 所以总结一下弥方叛变的原因 一他本身立场不坚定 有二心 二损失大量军用物资 害怕关羽处罚 三孙权利诱 四弥夫人并没有后续记载 也没有给刘备生儿育女 所以弥方其实跟刘备的殷勤关系并不重要 五就是关羽对弥方的事处理失当 关羽是优秀的军事统帅 但不善于处理和下属的关系 锐哥觉得弥方是个糊涂车子 如果你坚守城池直到关羽回原 就是大功一剑 烧毁物资的罪则算什么呀 不就将功补过了吗 如果荆州不丢 关羽存活 那您就是刘备兴富汉氏的忠臣呢 凭您这个资历 再加上这送上门的战功 如果刘备得了天下 您会个太位 都有可能啊 弥方投降后 在东吴的后半生怎么样呢 小说三国演义里啊 罗冠忠安排他们成为 孙权向刘备求和的牺牲品 被关心千刀万剐 而历史上 弥方被孙权奉为将军 接着带兵 并且在公元二二三年 还随吴将贺奇出征 但是吴国有人很鄙视他 一次弥方乘船 遇到于帆的船 弥方的人啊还挺横 喊道啊 毕将军船 于帆立声骂道 你有什么可豪横的 失去忠诚信义的人 用什么侍奉君主 使人失去两座城池 却称将军要脸嘛 弥方关上窗 让于帆先过 又有一次啊 于帆乘车出行 经过弥方的营地 官吏没有开门 于帆十分生气的骂道 该开门的时候 你关门 该关门的时候 你开门 哪有这样做事 这该关门的时候 你开门 说的就是不战而降的事情 弥方听到后 非常羞愧 这历史上 弥方的脸皮还挺薄啊 肯定不能面带树剑 忌汉的杨夕 评价弥方和世人 国难当头 不匡扶援救 反而投降吴君 最后被两国臣民耻笑 弥方就是看起来精明 其实大于弱智 投降孙权 怎么可能获得更好的待遇呢 他的行为就很离谱 隔壁的零零太守 郝普啊 那更离谱 被吕蒙欺骗 两次投降东吴 下期咱们就聊聊这位 在刘备军的五个荆州郡守中 唯一一个抵抗过东吴的糊涂人 郝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